乌柳俗称轻鱼 野生的轻鱼以泥地或是檀地的软体动物 或是贝类为主食 近几日就有钓友在花莲鱼潭 钓起了百斤的乌柳 花莲水培所指出 野生的乌柳能够长得这么大 必须要饲养五年以上 才有可能长到如此体型 能够长到一百斤相当不容易 很重吗 看镜头 很重吗 乌柳就是俗称的轻鱼 要养到一百台鲸并不容易 而人工的养殖 未多未少都会影响到鱼蹄的成长速度 一般来说要养到一百台鲸种 大约需要十年 而野生的也就更不容易 有民众在鲤鱼潭 钓到将近一百台鲸的一个乌柳 那这个部分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是养殖 就是养殖方面的话 可能就是将近要五年的时间 那如果是像这一次是在野外的部分的话 可能要超过五年以上 可能甚至要五年到十年的时间 才能长到这么大一只鱼 小体型的乌柳 每台鲸只能够卖到三到四十元 但是一百台鲸种的大乌柳就非常罕见 甚至无价 实际的交易价格需要双方讨价还价后 才能够决定 而在鲤鱼潭过去常见 如此大型的鱼类 不过近几年 破百斤的趋值可数 记者凌杰 收风箱采访报道 by bwd6